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听明白了应该不是了 下重秋明 知了 计鸟 这地方计鸟是那么叫 因为我开这窗户 计鸟叫的声蛮大 跟那个中国计鸟呢 好像有点区别 在后院看见一个 咱后院拍不了了 这么大 它这地方计鸟都这么小 跟我原来小时候在北京见到计鸟 也就它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那么大 大家听到那个很高调的声音 那是枝鸟 有朋友听明白了 说涛哥那个枝鸟声音蛮立体的 是 环境呢 我个人喜欢那种比较相对比较僻静的环境 那僻静的环境 那它就会有这些比较立体的概念了 那现实的环境中 很多东西是取决于你自己看到 观看事情的角度 然后角度不同的时候 其实就是境界位置不同的时候 它随时都会 很多东西是出现改变的 出现改变 出现变化 也取决于每一个人在当时的 他有时候当时的状态 其实当时的状态蛮简单的 咱说句白话 就是当一个人超越 其实超越这话还是不对的 一个人 你最大可能的不在你身体的肉身的控制之下 你不会疲劳的 而且永远能看到事情最接近真相的那一幕 我跟大家说最接近真相的那一幕 什么意思 今天人类的真相就是中共 而中共的邪恶超越了人的一切 而能把中共完全看清楚的 我以为只有未来的弥勒在世 被人们接受之后 人们才能看明白 在过程中有着一种悟性的成分在里面 这个悟性的成分表现在所有朋友面前 就是你到底是选择肉眼看不到的善念 你还是选择触手 你认为触手可及的欲望力 欲望力 我们经常 我几乎在节目上用这些男女的贪欲来描绘 有朋友觉得这个那个的 人类的社会从神创造人的时候出事就出在这块肉上 一个亚当就没这事 结果弄了出了个下娃 一出下娃就这事了 这不就说到根本了吗 但是相生相克的理 不忘初心方德始终 当你放到根本上的时候 明白的人你看到的是生命境界 而肉欲的人你总是说他是脏的 其实你说他是脏的是因为你自己心里脏 我没有埋态的意思 我其实朋友你这么听 我讲是不是这个概念 咱讲的是不是这个概念 宣武大帝铁柱磨成针 水满壁自流 讲的是这个 他一个人出事了 修老道的时候修出毛病了 就出事了 那伊甸园讲的还是这故事 两个人都不搭嘎 他为什么谈的是这东西 人是善恶同体的 没有这个恶的肉身 衬托不成致善的神佛 其实就在这 看得清男女之间的这种色欲的真正恶 你才能真正体会到那境界中的善 其实不叫善 叫慈悲 善呢还是在人的 在战胜人的欲望的过程中 有一种自我战胜的过程 当你战胜的 想去战胜才说 你还在欲望中的 你还在煎熬中的 这是 刚才大家听到那个声音 那就是禅的声音 有两三只叫的声音远近不同 应该so far到现在 这个麦克风还行了 这个男士 就是黑人命贵当中 惹起誓专的那个男警察 那这件事情呢 我们当时跟大家分析的是说 那个死去的人 为什么叫弗洛伊德 他的英文名字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的中文名字叫弗洛伊德 而弗洛伊德呢 在我眼睛里就是最恶的最邪灵的东西 被当代的科学认为是科学的鼻祖 对吧 那他直接冲当的是用人的 其实弗洛伊德的理论出来之后 让人们对神完全 特别是西方社会 他最早在那里 让西方的那些信仰 大跨度的蜕变成宗教 让信仰大跨度的蜕变成宗教 而在弗洛伊德的出现 他的理论的出现 一百年前的 这个经历过几百年的文艺复兴 在他的理论之下 就相当程度的摧毁了 人们肉身的欲望 无人能抵御 人抵御不了 只有境界的升华 在这种欲望的煎熬中 你在靠人 那你能升华上来 但必须是有更圣洁的生命 去帮助你 去帮助你 这个玉海南田 一个人掉在海里头 玉火焚身 一个人掉在火里头 玉火焚身 没什么你听着不舒服的 人离色不老 人离色不老 木离火不灰 这就是炭火一般 这就是广成子 超度轩辕皇帝的一句话 一句话 轩辕皇帝想超度 也是这个东西 你说它是脏还是不脏呢 所以就是 不是这马子事 但是当人们没有境界认识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那东西是脏的 就像说 陶哥骂人 真没骂 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 那这个佛洛伊德 这件事情 我们在当时 他出事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过 这是禅明啊 下重秋明 搅混不了几天了 就是这谁 对他没有什么恶意 下重秋明 我只是讲了一个时间的更替 人的环境一样 这就像那个 这就像那个 叫什么 外交部 胡 胡锡进一样 就是 下重秋明 玩命教 教一事 少一事 教一事 死一事 离死尽 那这个案子 白人警察 要求撤告 说佛洛伊德 死于毒品 而不是乞丐 这出现了大逆转 这会出现相当大的逆转 在这种概念中 如果他 这件事情 OK了 把过去的 我们讲过 黑人命贵等等 又发出来的一切 我自始至终 把它跟 武汉肺炎连在一起 为什么 武汉肺炎 找的都是黑人 人类要有这样的 觉醒跟认识 那今天没有人敢碰 在这个事情上 没有人敢碰 但他有后面的命理 原因在里头 今天还在 我们所有的朋友 其实要小心了 真正要小心 在这种变化的过程中 会有更大的出来 更大的没来呢 这是一种觉醒的过程 这是一种觉醒的过程 是人重归善良的过程 所以美国经历了几个月的文化大革命 今天的纽约城极其萧条 非常败落 非常败落 纽约市 有一个说法 50万有钱人从纽约市搬出去了 走了 有可能有朋友不信 有些有钱的人 那些比较大的 重大 就是比较大的那些家具 全扔了不要了 我认识一个人在 马哈顿街头 那个人家扔个钢琴 捡回家了 捡回家 钢琴去了 后来我开玩笑 我说你能捡回一个钢琴 你得找那条音诗 条音诗可不少钱 他也乐 这是纽约 美国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是这件事情 这个引起的 但他的故事 里面的细节故事蛮特别的 黑人命贵 白人 这个人叫肖文 那说单妻跪在镜上 八分钟死了 爆发市潮 到了今天 28号 也是星期五 这个星期五 这个8月28号 这挺绝的 28号要求法官撤销 对他谋杀的指控 他死于毒品 而不是他的拘捕的行动 在法庭上提出了动议 弗洛伊德因心脏 促停而死亡 但是演示报告已经出来 他患有高血压 心脏病 动脉硬化 动脉硬化 关键在他的身体内 有芬太尼 有芬太尼 还使用了叫 甲基安非他命 死因是吸毒过量 而不是压经导致 无法呼吸 是因为他吸入的 芬太尼的致死量计 从而是如此 芬太尼 那就是习近平干的事 习近平杀死了他 习是中共杀死了他 那同时呢 他在四月 这是五月份的事 他在四月份的时候 他被验出了武汉病毒 弗洛伊德家族的律师本 提出认为 这次动议是不法分子的不法之举 这话基本在我眼睛里就瞎掰了 不法分子的不法 这东西就是马克思的那一套 习近平嘴上骗人的那一套 人家讲得很清楚 我提出的概念是 他有过量的芬太尼 你说你的说法不对 因为你是非法分子 这就 狗熊掰棒子基本就瞎掰了 但是我想跟大家提出的 就是 现在这个案子提出了芬太尼 很有趣的 26号 中共国民被控走私芬太尼到美国 财政部制裁 这个人叫张涛涛 走私芬太尼到美国 在财政部的声明中说 化学家兼供应商张涛涛非法走私 这种叫合成芽片类药物到美国 他有一家香港公司 科技公司 打着科技的名字 做芽片 做芬太尼 然后就运到美国去了 芬太尼是廉价的芽片类的药物 效力海洛因的50倍 在美国的芽片类的毒品中 扮演重大角色 2017年超过28000多起致死案件 2万8000多起致死案件 中共国是芬太尼的主要来源 川普指责习近平 没有信守承诺 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国 财政部副部长 美国依然致力于保护 那些容易受到伤害的美国人 锁定非法贩卖芬太尼的人 个人作为犯罪 蓬佩奥声明 呼吁北京加快行动 管制化学制品 禁止流入黑市 必须处理这样芬太尼的公民联 两个消息你合在一起 弗洛伊德是被习视中共的 故意输入的毒品害死 诱发美国的大动荡 黑人命贵的大动荡 带来了今天的一切 也就是说 中共国向美国输入武汉肺炎 造成17万人死亡 输入芬太尼 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 在美国社会出来的 这种美国式的文化大革命 把那些与中共等同价值观的人 在这个过程中完全暴露出来 这是天灭中共的过程 很有趣很有趣的 非常有趣的 事情的表现你可以看到 如果明白的人 你都可以感受到 在今天美国社会的动荡中 背后有一只更大的手 就像如来神掌一样 在控制着人间的一切 在控制着表面上 纷乱的美国 但是呢 它却以美国作为中心 在真正的大进化 而进化的本身呢 却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邪恶 中国共产党的邪恶 却曝光了美国社会中 美国民众中 那些与中共有着等同价值观的各种生物 在这种激烈的碰撞中 暴露出他们的生命本质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